卓伟不愧是娱乐圈第一狗仔 他一现身就让娱乐圈的顶流男星们夜不能美 9月17日小时多年的卓伟突然登上热搜 他要爆瓜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参加了一个饭局 和一位博主一起录制了一条视频 在这条视频中 卓伟说最快在9月底 他要爆一个经常演古装剧的准顶流男星的瓜 他还说这位准顶流男星可能就要他房了 该视频一出 网友们沸腾了 大家觉得能吃到实锤瓜了 如今的网友们已经苦厚卓伟时代的狗仔久矣 现在的那些狗仔发布爆瓜预告时大张旗鼓 结果爆出来的瓜非常的小 爆瓜时说是顶流的瓜 结果只是一个18线演员 更有甚者给出关键词和聊天记录截图让网友猜 就是不说瓜主是谁 可以说这样的爆瓜方式已经是娱乐圈的一颗毒瘤 不仅伤害网友的感情 还给很多被猜测的明星带去了不好的影响和麻烦 也因此很多网友怀念卓伟时代 毕竟他爆瓜是一铺一个准 说起卓伟 我想大部分喜欢吃瓜的观众对其并不会陌生 俗称娱乐圈第一狗仔 一般他爆料的瓜90%都是保真的 比如就近几年的王力宏和吴亦凡事件 再往前的文章和姚迪 冻结和潘月明 张子怡和王峰等等 各种出轨 离婚事件从他这里说出来的最终几乎都是真实存在的 如今卓伟要爆新瓜 大家相信他不会让吃瓜群众失望 并且还有狗仔为卓伟的新瓜添油家伙 狗仔洋洋发文称 卓伟的这个新瓜会震惊内鱼 比2023年9月之前的任何一个瓜都大 好家伙 这话说的就有点大了 震惊内鱼的瓜 还不输给9月之前的瓜 这得多吓人啊 要知道9月之前 大大小小他访了不下十几个明星 其中称得上顶流了 也不是没有 要是卓伟这次爆料的内容 不输给9月之前的瓜的话 那可真的是值得期待了 狗仔洋洋还说卓伟的这个新瓜 古装剧准顶流的战节很清楚 只要爆出来 粉丝绝对跑路 于是大家纷纷猜测 这位古装剧准顶流男星是谁 刀刀看了一下评论区 目前呼声最高的猜测结果 是男演员邓维 怎么说呢 邓维这些日子的确很红 尤其是长相思播出以后 作为养子官配的邓维 凭借较好的长相 身材以及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这与卓伟爆料的准顶流比较吻合 尤其是他在古装剧里的造型比较出色 所以如今一提起古装男神 邓维首当其冲 一时间我不知道是该替他高兴 还是替他喊冤 不过也有网友说 不可能是邓维 因为卓伟跟人都是跟很久 但邓维在几个月前还是个素人 不可能让卓伟在意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卓伟都出马了 肯定是准备充分 蓄谋已久 邓维之前断位的咖位 卓伟还未必能注意到他 最近邓维风度十月刊 并且是双封面 他终于来了 满眼的高级感 醉了醉了 风度的这组照片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 日售开抢 据说系统又被抢卡了 这一身满页面的大长腿 邓维穿西装 也能穿出不一样的时尚感 搭配上卑雷帽 又奶又帅 邓维的盛世侧颜 太完美了 邓维与迪奥的碰撞 太美妙的火花 时尚界的小王子 又是一套西装 不管是灰色那套 还是黑色这套 胸针真的很好看 精致的男人 谁能不爱 这套里面的毛衫 有人说这是爸爸们专属的花色 但是魏子川就是时尚 一点都不显老 哈哈 这眼神这手 谁沦陷了 学院风的邓维 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不得不说 邓维的双开门肩膀 真的太适合衬衣了 各种衬衣 不管是几百元 还是像迪奥这样的奢牌 他都轻轻松松地穿出时尚潮流来 瞪待花开 邓维的时尚之路 定会越来越璀璨 其次就是长相思中 饰演向柳的谭剑次了 虽然谭剑次是出道有一些年份了 但确实也是今年因为这部剧才火起来的 而且也是火得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就是诚意 在刚刚完结的莲花楼中 他的表现和演绎又圈了无数粉 热度也是持续高涨 除了以上这几位外 让大家议论纷纷的还有龚俊 王鹤帝 小展 任嘉伦等等 反正古装剧中所有的小鲜肉顶流们 几乎都在这个圈中 不过大部分吃瓜群众 也只看到了当时热搜上的这个视频 其实在后续还有一位和卓卫在同一个饭局上的人 也发视频说了关于这个瓜的一些重要信息 他和卓卫聊天期间 卓卫说了这个男星是出轨 而不是劈腿 乃说明这位顶流肯定是已婚人士了 而在后面他自己也补充到 卓卫说的是一个儿打头的男明星 喊话让大家拭目以待 这则新视频也帮助网友们缩小了猜测范围 而性的古偶准顶流 而且还是已婚 该男星的名字几乎是呼之欲出 有网友通过琢磨的此番爆料 联想到聊之前另一位狗仔放出的漫画瓜 漫画中讲的同样是古偶男神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 并且被出轨人妻的老公桌奸在床 漫画中描述该男星是凭借一部古装剧爆红 已婚在外人看来和妻子非常恩爱 可是就在妻子怀孕期间 古偶男神出轨一位人妻被对方老公抓奸 而经纪公司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替古偶男神摆平了人妻的老公 本来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过了几年古偶男神越来越红 并且和公司老板提出合约快到期了 不想续约 经纪公司自然也有应对之策 狗仔爆料称经纪公司安排员工注册小号 把古偶男神出轨的事发出来 因为只是想警告古偶男神 所以并没有放出实锤证据 古偶男神害怕了 虽然也不再提解约的事 经纪公司达到了目的 也注销了爆料账号 还派水军帮古偶男神刷辟谣的帖子 如今狗仔之前的爆料和琢某透露的信息 有许多相似之处 网友们自然没有放过这个吃瓜的好机会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有网友顺藤摸瓜 找到了一则相关爆料 该爆料中的内容 恰恰是指控男明星运期出轨 爆料人声称自己会慢慢上证据 所有都有录评 并且指出了男明星的大名 他就是任嘉伦 古偶准顶流出轨 而信 网友们看到这些信息之后 直呼不敢信 还有网友直接猜测 即将他访的古偶男神是任嘉伦 甚至提到了任嘉伦的大名 表示说的不就是国超 现在网友们通过种种阿诀 纷纷质疑任嘉伦 就是琢某口中大瓜的男主角 这对于任嘉伦来说 也是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波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 就在大家猜测纷纷 等待9月底卓伟揭秘时 有八卦媒体爆料称 卓伟的这个新瓜 已经被人用6800万元买走了 这家八卦媒体还好心劝吃瓜 网友们不要再等了 那么是水花6800万元的巨资 买走了这个瓜呢 该八卦媒体给出了H的提示 一时之间大家觉得H是欢瑞公司 而欢瑞公司旗下最有名的男艺人 便是任嘉伦 一时之间任嘉伦有神险舆论漩涡 只不过不管是任嘉伦 还是其他男星 这些都仅限于网友的猜测当不得真 瓜主到底是谁 还有待卓伟揭秘 6800万买瓜是不是真的 也有待卓伟回应 在真相出来之前 希望大家理性吃瓜 不传谣不遭谣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